好 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demolish这两个字 demolish这个字拆成de 向下 molish是建造的意思 两个字合在一起 两个字跟合在一起 demolish就是向下拆 向下拆毁 拆除的动作 看到例句 他说in order to 各位可以帮忙把这个to画起来 这个to的中文翻译成为了 他后面会加圆形动词 看到吗 to后面要加圆形动词 这个圆形动词在这边是build的这个字 所以in order to build 为了要去建造 in order to build a new coffee a new office building 为了要to build 为了打造一间新的office 新的办公室大楼 为了打造新办公室大楼 所以the old houses and the old stores were all demolished的 所以这个街区里面的所有老旧的房子 the old houses and the old stores 所有老旧房跟老旧商店 都会be demolished都会被拆除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be动词 加上动词pp be动词加上动词pp叫做被动语态 be demolished就翻译成被拆除 所以这边的东西都会被demolished 上下拆除啰 好 再来呢我们看到这边 讲到我们从第一章节uni1到现在的17回 各位没有发现我们做了很多猜字根的动作 没有错 有同学问我 老师我要怎么备单字 单字这么多我每次备了就会忘记 这时候就要留意了 备单字真的也是有技巧的 我也是透过了解这个多一单字后 慢慢发现原来透过背字跟拆解字跟自首 可以帮助自己去学更多更多单字 因为你透过连结 对你有连结你有延伸 好 那各位来看看 多一的背单字技巧 我们已经学了17张 如果你有每次做笔记 应该有慢慢延出了一些你自己的感觉 学东西的技巧对不对 多一的考试 是一个可以迅速的练习考试技巧的考试 我们很建议各位一定在高一的时候 好好背准备练题目 高的时候去考 去考多一 透过多一的证照来练出自己考试的技能 好 那我们今天来分享 如果我们要阅读多一的考试题目的时候 要怎么样能够帮自己在看到单字的时候 能够快速的去做连结呢 我们在买单字书像我们现在这本单字书 你买了 但是你看到那么多单字 你买了之后买了单字书 那个单字量就会进到你脑海当中吗 不会 单字量不会进去的 而是要靠你不断的去做拆解 也就像我们在学中国字 我们在学一个中国字你看像这个摧毁的摧 我们会去学步手对不对 外国人在学我们中国字的时候也会先从步手 从最基本的造字原则去认这个字的意思 像我们透过摧 我们知道这个手 摧这个中文字如果我们猜出它的手 这个步手 这个跟手有关的动作 所以摧毁这个字呢 摧毁这个摧这个字一定是跟手步动作有关 对不对 所以跟学英文一样 我们在学一个新的生字 当你在买到一本单字书在手上的时候 学单字的时候不要急慢慢来 刚开始一定会要累积一些字跟量 也就是像我们学中文的步手 你要有些步手的基础 像我们现在学了d 我们知道d这个字跟出现这个字 通常会有向下down的意思 那molish 我们刚刚也学到了molish molish是有打造 所以当你一个东西向下打造 向下打造就是拆 对向下往下做那个打造动作是把它拆掉 字尾加上ion 你看我们学了好多ion结尾 通常ion结尾是指一个名词字尾 是一个状态 是一个现象 所以是一个demolishing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向下拆除的状态 向下拆除状态是什么意思 就是拆毁这件事情 它就是摧毁破坏这个工程 所以你透过了解字跟了解字的用意 它的来源 你会有印象深刻 为什么 因为你对这个字有一个故事的背景 有故事背景就会记得住不会忘记 可是如果你只记得说demolish是摧毁 demolish是摧毁 请问七天以后你还会记得吗 不会 而且对你的大脑 对你的大脑来说是很残忍的 因为都是记一个字 你不是记它的字 跟你不是记它的故事背景 资讯不足没有连结 资讯不足没有连结 你就不会记得它 你七天后就会忘记 所以各位 背单字其实有三件事 你背其他东西也一样 不要留意 你要行音译一起用 你要去念它有行 又去念它 然后去看它的行 去研究这个字的行 它有什么样的部首 它有什么样的字根 这个字根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缘由 再来了解它的音 要一直念 一直听 那个Audio打开来听 重复的听 然后重复的嘴巴念 再来透过眼睛看 眼睛看